今天非常偶然的来到了Hollywood这边 这个星光大道的旁边 暂时先保密 先不告诉大家我要去什么地方 然后我试着凭我的记忆去找一个 我特别想去记录一下的一个地方 有点不太确定嘛 有点不像 刚才那里 外面这个星光大道那边 找到这好像不像 不知道是还要往这边走一个路口 还是往这边再走一个block 现在这个记忆有点 没有那么清晰了 就老是记错地方 转过去是不是对了 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 看到这个酒吧 好像有点印象了 希望是从这边转过去 哇 可比 当时到了没有破坏 可比 可比 我对了 大家猜到 待会我再跟大家讲 对对对 就是这个好转 还有这个停车场 我记忆游戏 但当然原来 应该破一点 这个是后来修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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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倒闭了 弯了 我去看一下 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 我在洛杉矶的第一个落脚点 第一晚上就在这里过了 这个Hostel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不安了 这个房子也没有人在用 不知道是这边的治安不行 还是怎么样 但按理来说还是 Hostel 都是一些年轻人 你看看起来很新 根本想不到 你看这边建筑 就已经被涂鸭成这个样子了 完全没有想到 我在十二年前 住在这个Hostel 然后我非常 今天我过来的时候 我还想说 跟进去拍一下里面 找找我的回忆 没想到 哦 没想到 关了 真的没想到 然后这对面是 LGBT的一个Sender 然后当时我是在这边停车 停了一个晚上 好像是十多二十七块左右 我忘了 现在原来这栋楼也是没有的 这里当时它摆了很多那种露天的沙发 这个很多背包客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里面是两层的 我住在一楼 这边是厨房 那边是前台 厨房 大家可以做东西吃 然后我住在这个 有个走廊 走进去 我住在大概快到 末尾的地方的一间房间 大概有六个床位吧 好像是三十美金 二十五美金还是三十五美金一个晚上 当时在这边我还贴了一个 就是因为我只住了一晚 住一晚之后我就去圣地雅各 我当时租了车 所以我说我一个人去圣地雅各 不如我贴一张条 我看看有谁也一起去 可以搭我的车 付油钱给我就好了 好像每人我收了十块十美金的油钱 当时有三个人搭了我的车去圣地雅各 然后我们轮流开车 一个男生是新西兰的 然后另外两个女生 一个是新加坡的 一个是马来西亚的 记忆这个东西还真的挺不靠谱 剪辑的时候我发现我出了两次问题 第一个是我总在说十二年前 明明就是十一年前 2013年来的 我就觉得是2012年来的 很奇怪 还有其实有另外一个女生 四个人搭了我的车 还有一位是一个日本的女孩 然后我们一起开去了圣地雅各 我还蛮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它离那个星光大道很近 好莱坞也非常近 很方便 没想到现在已经关了 我本来今天真的很想 就跟那个前台说一下 我要进去拍一下 找找我的记忆 没想到关了 其实它还是蛮大的 有很多房间 你看这边很长嘛 刚才我在这个地方还看到一个流浪 还在这边换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治安的问题 就是太多太乱了可能 或者说是真的不好做 这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 当时收十几块钱 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至少有个地方停吧 其他地方还挺贵的 我确实很想去记录一下 当时第一次来美国的几个烙角点 然后当时的记忆 因为以前的话 都是拍照片为主 然后视频的话 好像没什么要保留 我申请到这里 我apolisato 好 第一次来自然间 这间场 都看到这里 在这间之间 一间在这里 一间中间 在这里 你很明显 突然晚的 рес門 在这里 但是 我感受到这里 是 不像 看一种 人兴 Canad 因為人們走到這裡… 他們是清潔的嗎? 對,他們是清潔的 多久以前? 我只是有幾個月來, 但這就是我發現 所以我沒有解釋 任何的歷史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 這就是我知 所以當你移動這裡 你遇到有人 但不是這個廝棟嗎? 對,不是這個廝棟 所以看起來像這樣嗎? 對,它看起來像這樣 我聽到一些聲音 在裡面 有很多人在這裡 10分鐘後 我聽到這裡 門是閉嘴的 現在…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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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攝攝影機 每個地方都拍攝攝影機 我看起來很漂亮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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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 是這裡很 Weinstein ул… 我會在這裡 不錯… 對… 這間一呎 是… 好久以前 是的… 很興趣但 so like a kind of oh perfect 特别有意思啊 刚才我已经就是打算没什么好拍了 就打算走了 然后经过刚才那的时候 刚才经过那个hostel的时候 就碰到有个人 看到有个人在拍那个 跟我一样在拍 所以奇怪了 今天我特意 12年前的事情我过来拍 已经很奇怪了 怎么还有一个人也是 对这个建筑很好奇在拍 到底是干什么呢 然后我过来就跟他打招呼 然后他也很惊讶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为什么还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说他刚刚搬到这边 然后也是觉得这个房子 突然关了很奇怪 然后跟我讲了很多 然后问我想不想来分享一下 我的说的东西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的经历 然后就感觉今天特别巧 今天一个是我很偶然来这边拍东西嘛 另外又碰到了我的同学 又碰到了他 好奇怪 这边现在虽然没有当他那么恐怖 但是好像也是蛮多这种 不知道可能类似这种 homeless这样的 我喜欢的东西 我们讨厌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